嘉义布袋在昨天凌晨开始 连续发生了四起地震 也让当地从四月开始 累计了二十一起的有感地震 气象署分析是因为花莲强震 地表硬力调整 因此未来的两个星期内 还是有可能会有规模三到四的地震发生 目前排除和梅山断层有关联 至于阿里山林铁 昨天上午因为路数倒塌 阻断了轨道 宣布全日停驶 不排除也和频繁地震相关 大树横倒在阿里山林铁 焦丽平车站附近轨道上 被司机员发现通报行控 当时正在路线上的三班列车 都在第一时间停下 林铁评估短期无法完成清理作业 宣布全天停止营运 十四号凌晨起 嘉义地区连续发生地震 集中以两点三九分 规模四点二最大 餐厅监视器显示地挑了一下后 有物品飞落 由于当地十三号才发生规模四点九地震 民众很担心 地震测报中心监测当地近 较频繁的地震都发生在布袋地区 四月起至今有感地震超过二十起 以规模三到四为多 推测原因与花莲四零三强震之后 地表硬地调整有关 当地与梅山断层有一段距离 研判为未知的盲断层 或是破碎带的活动 那这一次我们相信是跟零四零三地震有关 那应力调整 所以它将主要释放在这个 比较破碎带的地方 地震测报中心分析 两周内都还可能有规模三到四余震发生 至于有民众在社群网站贴文预测 接下来可能有更大规模地震 以违反气象法 气象署也提醒 以目前全球科学能力皆还无法预测 建议民众做好防災准备 不要过度恐慌 记者综合报道